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平台影视政策20条正式发布 新政更加贴近平台实际 综合优惠力度更大 突出对台特色 得到了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积极肯定 我觉得两岸影视产业互相合作 这个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市场非常庞大 另外一方面 两岸过去在影视合作上面 就有非常多好的合作的模式 所以这次平台影视基地整个新的政策出炉 我相信也相当地受到台湾影视产业业者的欢迎 新闻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平台影视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 数个影视重点项目的落地 将为平台影视平台建设 影视产业集聚奠定坚实基础 新中国七世华诞之际 本栏目推出 李安逸家亲共筑中国梦系列专题片 今天我们播出第七集 台籍教师蔡佩云 同去中成长 陪伴中蜕变 登陆 扎根 发展 融合 许多台湾青年都是选着这样的一条轨迹 祝梦大陆 成就自己精彩的西境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 今天的主人公台青蔡佩云 更是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那就是陪伴 我们的教学模式叫做英语绘本教学 绘本就是图片比文字多的故事书 然后其实在台湾用绘本来教英语 已经行之有年了 我14 15年来考察的时候 才发现说 这边好像还没有什么人在用英语绘本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大的市场 因为台湾少子化严重 蔡佩云选择到大陆继续自己热爱的幼儿英语教育事业 在2016年创办了福州多纳思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用心地陪伴生动的课堂 让妮可老师的绘本课名气渐响 创业台青的标签 也深深应刻在了蔡佩云的身上 我家孩子伊娃 在妮可老师手上是从大班就开始上 到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三年级了 我觉得他的这种进步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到的 看他们一路走来一路慢慢成长 我是等于是陪着他们成长 然后一路看着他们这样从零基础 完全是一张白纸到现在 一路走来很辛苦 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看到有这些成果慢慢在转化 也觉得蛮安慰的 我是希望可以成就一份既有书香又有童趣的事业 全国台气联每年都会有一次 针对二代还有台商优秀台青的一个培训 然后还有餐券 然后今天要穿黑色衣服 然后学习那边配这 我们每个学员都有分组 那我们一般一组会有配两个辅导员 一正一副 我是担任副辅导员 因为我是第五期的啊 主要任务是看好这些学员的每一天的行程跟活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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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还蛮喜欢当辅导员的 因为每一年都能接触到不同的学员 每个新来的学员都是在从不同岗位不同企业 甚至他们自己有的也是开公司有的是老板 那你要怎么样去管理好这些人 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那每年都能接触到不同的人 然后一起带领这些新的学员 不同岗位的老板 然后一起完成这些任务 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啊 卸掉了妮可老师的身份 化身成无微不至照顾大家的好学姐 不变的是用心的陪伴 每年全国台启联的精英训练营 都会看到蔡佩云的身影 她的身上也多了新的标签 真正发自内心说去支持这些台湾年轻人 或者说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 完成这些活动的学长节制蛮少的 对啊 那他们刚好我也喜欢做 那他们也知道我喜欢做 所以其实每年都会请我过去当辅导员 我们是荆州勇士队 荆州勇士荆州队 荆州第一荆州队 荆州五币荆州队 荆州 荆州 与其说是学姐 我觉得我更像书头 各位啊 有兴趣到大陆来发展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说 真的要先上班啦 先就业 然后再创业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对那 福州是一个好地方 因为 整个大陆来说 福州跟台湾的地缘关系是最近的 因为福州是机会蛮大的地方 陪伴是对蔡佩云西进大陆扎根福建三年多来的最好注解 陪伴孩子们徜徉在ABCD的世界中打下良好的外语根基 陪伴后背台青更好地融入大陆的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分享交流 蔡佩云也乐在其中 对我来说 我做的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导师 跟一个过来人 甚至说一个学姐在做的事情 对我其实已经不局限说我的身份是什么 只是说我觉得我现在我心有余力 我也有时间 我也很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像游戏中的打怪升级不断进阶 在陪伴的过程中 蔡佩云的事业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拓展 与福建省复联福州市总工会的合作项目一一落地 与此同时 在她的身上 一个个崭新的身份也不断加持 福州市人设局台湾人才专家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 李坚士兼清委会主委 福建省青年创业促建会副会长 陪伴获得肯定 陪伴也成为了蔡佩云心中的使命 可以让这些年轻人来了以后更快 然后更顺利地去适应我们大陆这个环境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吧 那未来我也会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 三年多来的过程真的很辛苦 也很累 尤其是现在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做非本业的事情 还是有收获啦 对啊 能陪着这些台湾青年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融入这个地方 陪着他们接地气 其实对我来说不只是对我是一种成长 也是一种收获 电蓝染是中国传统染植工艺技法之一 以其所特有的蓝色图纹印染备受欢迎 历经千年时光的传承与发展 电蓝染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 染植艺术创作 时尚设计的重要构成 8号蓝卖2019 连岸天然染色艺术连展在台北开展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同去感受一番电蓝染的魅力吧 挂布上一层层蓝色深浅浓淡 好似云雾缭绕 服装上蓝色图案时尚典雅 装饰画里蓝白相见的莲花随风清扬 鸟儿展翅翱翔 现场展出的100幅作品 是由62位两岸的天然染色艺术家 所创作而出的 蓝染是始于秦汉时期的 古老阴染工艺 它属于天然草木染的一种 蓝染是草木染中工序作为繁琐 制作作为耗时的一种 花纹的制作也十分考究工艺 近年来两岸天然染色艺术家们 交流日益频繁 两岸蓝麦共存金蓝古店的密码 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陆在这个方面 其实它的几百年有它的根基 那我们有看到台湾的朋友到大陆 去研究这个部分 那也做了开发 把这个经验也拿回来 那我想双方在这个知识上的合作 应该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期待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让大家看到两岸的作品 有各自有什么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然后能够看到更多的作品的多样性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也给两岸的艺术家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的平台 能够让大家的记忆方面 能够相互切磋和相互共同进步这样子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我是紫乔 带你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中国国民党的2020复选机制 日前已经正式启动 但是有蓝营支持者 比国民党中央更着急 特意制作了扑克牌 列举民进党当局施政三年多来的 负面形象和政绩 还有失言的内容 不过有民进党居民 带对此很不以为然 甚至直言 这根本是在抹黑 国民党8号下午 举行0111下架民进党记者会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兼秘书长曾永泉表示 民进党当局施政三年半来 倒行逆施 两岸关系 司法 能源 民生经济等 各项重要指标全部不及格 人民看不到未来 他呼吁台湾民众 下架无能 傲慢 滥权 仇庸 中的蔡当局 国民党必须重返执政 拨乱反正 而随着岛内2020选战倒数突破百日 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作为也备受关注 我们都是按照既定的目标跟步骤 在向前推动 在11月初 全民进选总部会在高雄市正式成立 2020大选倒数 国民党启动竞选机制 但已经有支持者等不及印制这副讨厌民进党的扑克牌 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调按部就班 但选战刻不容缓 有蓝营支持者印刷讨厌民进党的扑克牌 帮选民回顾民进党三年多来的施政 内容紧抓民进党当局的争议话题 像是被指仇庸对象的吴殷宁 口一哥 还有所谓的血崩式断交 还有仅要近期的热门议题 例如陈明文的300万 还有蔡英文专机上没有下文的私烟超买案 鬼牌更是一决 让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和他的夫人吴淑珍担任大小鬼 但这看在民进党及民旦眼里 很不以为然 各政党在选举期间 要做什么样的文宣评 我们都没有一见 重要的我要提醒国民党 不要把事实的内容搞清楚 不要反而弄出来一笑大方 扑克牌放满对蔡当局的不满 国民党支持者 想借此宣传民进党施政漏洞百出 也是希望国民党在2020 打出一手好牌 台中大雅农地工厂日前发生大火 夺走两名消防员年轻的生命 这把火也烧出台湾违法农地工厂的问题 面对这一情况 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苏贞昌 8号在台立法机构达巡时 以历史工业为由回避责任 不过有民代调出资料 质疑台当局2017年后 就没再进行过拆除违法工厂工作 根本是说说而已 面对岛内勺子化问题严重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想表达自己很有感 我的女儿也是 但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蔡政府 今年5月减薪超有感 不减税超有感 要帮蔡当局担任救援投手 没想到却来了一记爆头 苏贞昌赶紧稳住脚步 把焦点转到 要解决让消防员丧命的农地工厂话题 台湾有许多的工厂 并不合法是个事实 也是几十年来 不管哪一党执政累积起来 我们之所以看到 过去定了十年 却没有办法做到 苏贞昌强调 违法农地工厂是所谓的历史贡业 民进党当局会紧力解决问题 但这个说法立刻就被民代质疑 根本是说说而已 民进党当局原本说好 2017年第一波先拆除16家违法工厂 紧接着会公布第二波拆除违法名单 但从2017年中拖到年底 又再延到2018年4月 一言再言就此没了下文 民代徐永明质疑 台农业主管部门 明明可以拿不合定补助款当手段 对付违法农地工厂 但迟迟没动作 难道是有选举考量 面对质疑 台农业主管部门 把求推给台经济部门 但台经济部门却说 目前没有相关信息 蔡当局上任时说好的违法工厂 急报急拆 看来已经破了工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但您继续看新闻 2019年是福建福毛九业集团 实施大国匠乡 福建荣耀的关键年 近日 首届福毛酿酒文化节 在由着中国东南白酒名城之称的 福建建欧市举行 启动仪式上 福毛九业集团董事长 总裁蒋国新在致辞中表示 从历史文化到技艺传承 再延伸至品牌创新 福毛九业集团一直致力于 从多元角度深入诠释 为健康幸福酿造每一滴酒的企业使命 当天的环节设计 也让福毛人真心酿真情 真情酿美酒的酿造理念深入人心 祭祀酒祖遗敌 令官者共同触摸到 三千多年传承的民酒文化 风谈福毛教酒 酱香原酒则深度挖掘酒文化的内涵 与会来宾共同为2019至2020年度 福毛教酒酱香原酒酿造 投粮下沙 更是酱香醇酿代代相成的最好印证 企业的能够做大做强 持续发展 它靠的不单要靠品质 更重要的它要文化长城 所以说我们在虎毛发展的今天 我们不忘初心的一定要记住 把虎毛这个文化牌打好 为后续的发展增添实力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收看 我是紫乔 明天见